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 也就是我在看学生写作文当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学生会选择用叙述的方式 而不是用描述的方式 那这在英文当中有一个写作技巧叫做 show don't tell 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那你在学校可能已经听过学校的英文老师 讲过show don't tell 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 没关系 我今天就来解释什么叫做 showing 以及什么叫做 telling 一个 tell 的句子长这样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 有一只狗坐在门口 这句话没有什么错 但这样叙述一件事 不容易让读者看到或感觉到你在作文的情感 它没有温度 所以这种用tell的作文蛮无聊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同的句子 要如何用show的 有没有 当你用描述的方式 把你所看到 听到 感觉到的东西 描述给读者 这样读者就可以好像能够感受到 这一只很亲人的黄金猎犬就在门口那边 那如果你能够像这样描述的话 你就成功了 那有哪些字是tell 哪些字是show呢? 如果你用字像tall,pretty,nervous,hot 这些 这些比较主观的 比较模糊的字 用这些字在你的作文里面 就比较难让读者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你想表达的情感 与其说,my dad is very tall 你可能可以考虑感说 I have to look up whenever I talk to my dad 像是我的一个学生 他本来要描述他跟乐团里的鼓手 竞争当打击乐手棋的故事的时候 他本来写 I felt very nervous whenever I hear him play flawlessly on the stage 但后来我教他把感官写进去的时候 他最后的作文变成 My face blushed and my hands fidgeted restlessly when I saw him rock his head back and forth for our rock and roll piece 也不是说整篇文章完全不能出现tell的字 但如果整篇文章都是很平顺的用说的 那这样你的整篇文章就不会有温度 如果你能够在适当的地方描述一下你的作文的情景 可以让读者更生动地感受到并记得你的作文 这样你的作文就会非常的成功 在随堂讲义里我放了一些show don't tell的练习 你可以尝试把这些比较平凡无趣的句子变得更生动 记得要用你的感官描述你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闻到什么 让读者也能够感受得到哦 第二个要避免的是 把大学作文变成一个履历式的作文 学生在写大学作文的时候 很容易的就把履历表里面的内容再重新的陈述一次 在你的大学作文里面 写出你在高中做过哪些活动跟参加过哪些表演等等 当你在填写Common App申请表时 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Activities List 你在这里可以列出十个在高中课内外做过的事或得过的奖项 比如你在高中从九年级开始就参加学校篮球队 在十一年级得到第三名 在十到十一年级参加一个校外的管弦乐团等等 你在高中所做过的所有事情 应该要出现在Activities List里面 如果你在你的作文里面又再重新重塑你的Activities List 那这里会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已经在你的活动清单里面讲过你拉小提琴得第一名 然后如果你的作文里面又再讲我拉小提琴得了第一名 这个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有点你在炫耀的感觉 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的Activities List里面的东西 又在作文里面出现一次的话 那这个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无聊 额外读你的作文并没有更加的认识你 好像有点在浪费Emission Officers的时间一样 大学的作文里面不要再冰冷冷的写你做过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可能参加过A的活动 然后之后做了B做了C等等 而是要把这些冰冷冷的可量化的数据 变成一些比较温馨或者是有温度的故事 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大学作文想要写你在高中参加排球队 如果你用旅律式的方式写 你的文章可能是写 I have been playing volleyball for 7 years Every day after school I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in the school gym or at home to become a better player Last summer All my hard work paid off I helped our team win first place in the ABC volleyball tournament And I feel very happy for our team and myself 这样的文章你可能也感觉很普通 而且你的活动清单里面已经提过你参加排球队好几年了 然后每周花多少时间在练球 得过多少名次 这些都已经出现在你的活动清单里面了 那这种作文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是用旅律式的方式写 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比如你稍微改一下 变成这样 I held up the extra piece of McNugget that I found in the box And my volleyball teammates around me erupted in celebration Cheering louder than we did an hour earlier When we won the ABC volleyball tournament I have many high points in high school Bu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brotherhood in our volleyball team And that moment Celebrating for the extra chicken nugget with my teammates 你这样还是在写打排球的故事 但是你已经从屡律式的作文 讲你在高中打了多久的球 然后得过多少名次 变成一个很生动有趣的 你在你的排球队里面 跟里面的兄弟的那种情感 这个故事瞬间的就变得非常吸引人 非常有趣 会让admission officer想要赶快的继续读下去 好 那今天的课我就先讲到这边 剩下的技巧我先卖个关子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申请美国大学 以及写大学作文的技巧的话 那希望能够在这堂 留学申请大学作文课 能够见到你 I'll see you later Bye Bye